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Markdown 今天是第三课 今天的标题呢 大家请看 设置标题 设置标题 咱们来学习一下 咱们设置标题支持点 咱们通过Markdown语法 来设置一下HTML的标题 一般的标题的生成 一般是这样 是不是敲错了 一般是在HTML中 用H标记 H1到H6 这个是HTML标准的Tag 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下 好 实验演习 大家请看 Markdown如何生成标题呢 非常简单 就一个Sharp Sharp1是什么 对应的这个HTML的H1 Sharp2呢 对 H2 Sharp3 对 H3 一直到Sharp6 Sharp7行不行 对不起 HTML的H里面 没有H7 就到6 好 那咱们试一试 稍等我把它看一下 OK 然后试试咱们的MD HTML 然后点击激活插件 试试啊 比如说 我这输入一个Sharp 标题 我这敲个标题 大家请看 右边出现了标题吧 对吧 然后我点击这个简证 看一下它生成的HTML 知道了吗 怎么调成手机模式了 OK 咱们看一下 屏幕的右方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这个我能不能放大呀 这个调试的窗口 也能放大 哇 这库隆真的是太棒了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右边这个标题 输出的是这个H1 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咱们再来一个 这个我叫标题1好了 没有问题 动态生成 然后我再来一个标题2 标题2 大家请看 右边是标题 稍等 我输了 两个Sharp的输药 大家请看 右边这看起来是不是小了一些 下面呢 你看 标题2也出来了 觉得小一些吧 再来标题3 这个渲染器给咱能解释 那么咱使用各种各样的博客 也是同样的可以给咱解析 标题3 看右边 小了一些 然后下面呢 也其实是生成了标题3 没有问题吧 太没问题了 好 直到标题6 标题45我就不敲了 咱们直接敲标题6 123456 然后我这敲上标题6 大家请看 其实右边是个小标题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下面是生成H6 注意个问题 我上期跟您说过啊 就是说 不要看我这渲染器右边的显示结果 你认为所有的网站都是这种显示结果 下面还有一个这么线 不是 仅仅是这个 我使用的这个 Markdown Anywhere这个工具 帮咱们这么渲染的 其他网站渲染出来 结果可能会不一样啊 这是根据您使用的这个服务 来决定它渲染出什么结果 没关系 Markdown语法是标准的嘛 对不对 OK 这就是标题的使用方法 但是 如果是这个H1 H2 因为咱们在这个开发网页过程中 H1 H2用的是最多嘛 比如咱们这个文章的标题 比如咱们小节的标题 用最多的是H1跟H2 那么H1跟H2呢 其实有简便的写法 怎么写 大家先看我这个文档啊 一般我这个做这个课件的时候 都是用的Markdown语法 咱看我这地方 readme.imd嘛 Markdown语法 对吧 让我上来 每个 我所有的视频都一样 每个视频的标题都是 我这上面写的标题 下面叫 加很多等于号 这个呢 就是H1的缩列写法 好 咱们试试啊 其实我这写多了 用不着这么多 三个就够 咱们试试啊 比如说咱们再回到这个地方 我试试啊 注意看右边啊 我敲H 不 别敲 H1标题 一回车 什么都没做嘛 什么都没做 它生成什么 生成的是 它在哪了 它生成的是一个P 对吧 什么都没做 然后我在下面 加上三个等于号 稍等 我等于号在哪了 大家请看 它变成了H1标题 没问题吧 这个呢 其实是这个 Shop一个简单的写法 为什么 其实您看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是 我的文章不这么写 我的课件不这么写 我这么写行不行 完全一样 效果完全一样 但是我为了让这个文章 这个Markdown 看起来好看一些的话 我一般采用这么个写法 无所谓 其实效果是完全一样 从这地方能够得正嘛 对不对 接下来 H2 H2又有自己的缩略语 H1是等于等于等于 H2呢 减减减 三个减后 咱们试一试 H2 然后呢 波腰标题 没问题吧 它模样输出的是P 然后呢 咱们加上三个减后 看一下 1 2 3 OK 大家看右边 生成了H2的标题 对不对 下面呢 也是生成了H2的标题 换句话说 咱用H1 H2标题的时候呢 这两个写法呢 都可以 这个呢 不是说对生成的结果 产生影响 是让您 Markdown这个文档的本身 看起来是否美观的问题 所以说呢 这也是一种快捷的写法 也推荐给您 反正我是 H1 H2的话 尤其H1 我比较喜欢这个写法 H2 还是用标准的H2写法 就相当于这个地方 你说我这个知识点 不写这个行不行 我写 减减减 行不行 没问题 但是在我这看不出来效果 但是我把它更新到我的这个Github 更新到看中国上去之后 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渲染出来是H2 OK 怎么写都可以 为了纪念一下 纪念一下 我今天的这个文档的这个知识点 我就叫减减减吧 好吧 回头我传到这个看中国 您看看这效果 是不是H2 如果不是 说明看中国错了 渲染器有问题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Markdown 关于设置标题的知识点 希望您能够听明白 应该不是很难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看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